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前面這個片頭的陽光就知道 今天呢又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天氣 那今天還是選擇用直播 本來想說呢用那個 DV給大家看比較高的畫質跟音質 但是呢想說今天還是來個閒聊一下好了 所以今天開直播了 帶他們來我們運動公園 就是來公園這邊稍微乘量一下 那現在入秋了齁其實對我來講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感的 因為我天生呢是比較過敏體質 所以只要稍微一變天啊 或者是空氣呢 一有點不好之類的 我覺得鼻子就會開始過敏 所以你們如果聽到我鼻子一直在蹭齁 就表示呢 開始在變天了 有的人呢可能是風濕啦 會有膝蓋疼痛就感覺要下雨了 快到下雨呢就會有風濕膝蓋疼痛的問題 就是人體氣象戰 我個人呢是 只要稍微有變涼或者是濕度啊 什麼之類的有改變呢 我的鼻子就會容易過敏 這個是我個人的 身體的那個 特異功能啦 簡單講是這樣 天氣真的還不錯呢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下午聽我爸講的一個 我覺得蠻可愛的小故事啦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呢 我爸今天在店裡面呢 接到一通電話 那對方好像是個 年紀應該有年紀的長者 然後他打電話要來找林發條 那我爸就說 我兒子不在 那有什麼事嗎 然後呢 那個長者呢 就在電話裡面呢 跟我爸講說 用台語講 那內容就是講說 你們家的那三隻狗呢 可不可以 來陪我幾天 就是呢 三寶呢 可不可以去他家 陪他住幾天這樣子 然後我爸就有點愣住 然後我爸就說 基本上呢 你就算去你家 他們也不認識你 然後呢 你叫他們他們也不會來 所以呢 沒有什麼 沒有太多的意義啦 然後呢 那個長者就 就掛掉電話了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啦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呢 我們在 粉絲團經營這麼久了 基本上我們都是在網路上 為大家都做服務 當然有的時候呢 大家可能會來店裡看狗 這個也是有可能 只是說因為前一陣子 因為夏天的關係 所以比較熱 那三寶呢 他們就會想要在店裡面吹冷氣 不大想出來接客 那我們是以狗為主的 所以他們不想出去呢 我們也不勉強 所以我們才會貼一個公告 就是說 如果你們來店裡啊 建議冬天再來 因為夏天呢 三寶要吹冷氣 這個部分呢 是要保護三寶的公告啦 那現在還是有蠻多人在問說 來店裡看不看得到狗 基本上都看得到 天氣開始有點轉涼了 所以呢 有空可以來預警玩的 因為三寶他們現在都 接客的意願蠻高的 應該有到80%以上了 所以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在網路上 每天我就是 之前有講過 再怎麼累呢 我們都會開直播 再大的風吹雨打颱風天呢 我們都還是會開直播 原因很簡單就是想說呢 可以讓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們在鄉下的生活 就是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可能是自己沒辦法養狗的 然後呢 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是 自己在外面住啊 或者是 懷念故鄉的狗啊 在外面打拼的 或者是很多 或者是 本身就喜歡狗 或者是 有很多啦 很多的那種收看的族群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這樣 一直努力的在做 生活的直播呢 雖然很平淡 很無聊 但對我來講 第一就是 我可以備份他們的影像 就是我之前有講過的 然後第二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接到長者的 那個長者的來電呢 說希望呢 三寶可以去他家陪他 幾天這樣子 雖然呢 一般人可能聽起來 會是一個很無理的要求啦 但是 我個人是覺得蠻可愛的 因為 可能有一些長輩朋友 欸 我是不知道他 這個長者是有多大 因為是我聽我爸講 可能有一些長輩朋友呢 可能真的就是 第一喜歡三寶 喜歡狗 然後 欸 自己又是 單獨一個人居住 可能 兒子啊 女兒啊 可能都在外縣市 可能是在外國 或者在其他地方工作 所以就變成 唉唷我們舅舅在幫忙喔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回來撿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就會有那種 可能會想要 激情就是 在於可能 三寶上 那可能他們又沒辦法養狗 可能自己一個人呢 之類的 或者是住在公寓啊 什麼 有很多的環境因素 沒辦法養狗 所以呢可能會有這樣子的 希望呢 可以三寶陪他們 還是覺得很可愛啦 那 感謝這位長者的 對三寶的支持跟喜歡 但是呢 我們 當然這是我們自己的家人啦 也不可能說 隨便就是 讓你帶回家養 呵呵 這個是不可能的 不過呢 我們還是會很努力的在做 每天的散步直播 跟各位分享他們的狀況 因為其實簡單講 養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雖然狗狗很可愛 但是呢 我們有強 之前有強調過就是 你養狗你就要陪牠 養狗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跟體力去陪牠 但是呢 狗狗會給你更多的回報 就是牠可愛 牠愛你 牠對你熱情 很多的部分呢 狗狗 這個是養狗的人呢 甘之如矣的部分啊 但是呢 如果說你比較懶一點 其實我覺得養貓比較適合 現在有很多的流浪貓呢 其實只要親人的都可以 都可以領養 因為像我 我現在房子太小了 等我新房子好 我可能會再領養幾隻 因為我們目前有養一隻 橘貓叫林燒鵝嘛 那之後呢 可能會再養一隻林燒雞 然後一隻林燒鴨 之類的 就是繼續延續下去這樣子 好 這次呢 家裡比較熱鬧一點啊 那養貓是最簡單 因為貓咪你只要每天幫牠蠶食 餵牠飼料就好了 那其他部分貓咪會自己打理 但是狗狗不一樣 狗狗呢 就是你要帶牠出去散步 如果說你是本身養在家裡面 養在公寓你又有點懶 我不建議你養狗 因為呢 我看過有一些世主是這樣 就是養狗養在家裡面 然後呢 都不帶牠出去散步 然後狗狗在家裡面就會皮嘛 因為狗其實是有 精力旺盛的時候 尤其是小狗 或者是正在成長的小狗 跟我們人是一樣的 你在成長過程對世界是好奇的 你充滿了無限的體力 但是你又把我關在家裡面 不讓我出去跑 這個時候呢 牠們就會在家裡搗亂 可能會亂咬東西啦 或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這些都是從這些細節開始的 所以呢 我會很建議大家呢 多帶狗狗出來跑 所以呢 養狗真的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這樣子 這部分呢 就是 跟各位如果還有 想要養狗 喜歡養狗的朋友呢 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不要說呢 養狗以後才發現養狗很麻煩 然後就把狗棄養 因為真的 我有聽過蠻多 這樣類似的事件 就覺得狗很可愛 就比如說我們自己養科基犬 然後就很多人說 那個連環泡的那個科基犬好可愛 我也要養科基犬 不管你是買的或領養的 都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呢 不要棄養比較重要 但是很多人養了以後發現 科基犬超吵的 因為科基犬真的很聰明 牠們很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會很吵 然後呢 很會掉毛 皮膚不好 脾氣不好 腸胃不好 關節不好 什麼都不好 但是很可愛 對你很好 然後呢 狗都一樣 不一定是科基犬 就是會愛你 你養牠 牠就是一輩子愛你 這個是一個 一開始呢 你在養狗的時候 狗狗就給你的一個靈魂契約 我覺得是 是養狗的人 最 愛狗最棒的一個 一個原因之一 在哪裡 哪裡 你的 石頭在哪裡 哪一顆啦 哪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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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這個在土裡面 我怎麼挖啦 哈哈 你找一顆看得到 有沒有 唉唷 你看 大大整個 大大整個 哈哈 沒有啦 我不要我不要理你了 那些小寒 你把我拗 但是呢也有例外 像這種就是太拗了 那個 石頭整顆在土裡面 我怎麼挖 我又沒有工具 你去找一顆可以丟的 不然我不要理你 呵呵 真魯 這高音呢 所以呢 不管你 如果說你們真的 沒有辦法養狗 你們可以看我們的 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幾乎 有空每天呢 都會為各位做散佈的直播 某一種層面來講呢 你也可以把它自己當成是 因為我拍我的直播呢 我不會入鏡 我都是用第一人稱去拍攝的 所以簡單講 你們也可以就是有一種生利其境 就是 跟帶著三寶一起散佈 這樣就夠了 那其餘 至於說 要餵狗付出他們生病呢 狗狗生病是沒有健保的 所以很貴 如果去看醫生啊 或者是有的沒有的檢查 都蠻貴的 都好幾千 好幾萬的 然後呢 飼料費啊 這些東西呢 都我們來 我們來處理 你們只要在線上呢 每天看我們的散佈直播就好了 這樣子呢 你可以省很多的那個 多多真的去找另外一顆 省很多的時間跟成本 好啦 這張可以 勉強可以 有點大 多多 飛沿走壁一下好不好 很久沒有看你飛沿走壁 去吧 厲害欒�� 憲 簡單講是這樣啦 就是 就是我相信呢 其實像今天這個長者打電話來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主題 可以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收看的朋友呢 其實長者的部分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24歲到35歲的年輕人 所以在這部分呢 其實像有這樣子的長者 希望我們的狗狗去陪牠過幾天的生活 你們就可以去想像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家鄉的長輩們 你們是不是要花一點時間呢 去關心一下 去陪伴一下 多多又跑下來了 這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大家的辛苦在外地工作呢 很多時候 自己的家人呢 還是要 還是要好好的 好好的 照顧一下 去吧 多多真的堅持了 大大你把我坐下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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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等一下喔 回來幫舅舅撿狗屎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那種 那種 狀況喔 就是我跟我媽呢 其實我們以前養狗到現在 我們每天都會注意三寶的大便 我現在講這個話題 如果你正在吃飯呢 你可以跳過 就是呢 因為狗狗的 因為牠們的 的飲食 其實雖然說有吃飼料 但是我媽偶爾還是會給牠們吃一些鮮食 所以都會注意牠們的大便狀況 有的時候呢 欸 我覺得養狗呢 你那個 貓狗 小孩都一樣 甚至你自己都一樣 自己的排便狀況呢 要注意好 有的時候呢 太膝太軟 或者是顏色不一樣 或之類的 就可以 大概知道狗狗的 有一些狀況 那 當你有一些這些數據呢 你去受醫院或者是去檢查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跟醫師講 醫師講大概也多一些資訊 可以去幫你衡量你的狗狗的狀況 所以 我跟我媽很長時候都會去那個 檢查牠 牠們的大便 那剛剛呢 剛剛這 因為平常我直播是不會 盡量不要露出牠們大便的樣子 因為 很多朋友有的時候在吃飯的時候看 所以盡量不要露出 那久久的大便 唉唷 蠻漂亮的 不錯 我跟我老婆有一個共同的 詞彙的訊號就是美食 因為像狀狀牠本身腸胃不好 所以我每次帶牠去散步的時候呢 都會觀察牠的大便 然後呢 回家都要跟我老婆回報 說今天是不是美食 阿今天有點稀有點黏 有點落賽 有點什麼 就是呢 都會回報 然後就會注意牠的飲食狀況 因為狀狀的 狀狀是一隻貴賓犬喔 如果你們可能不知道 在這邊稍微複注一下 我老婆以前從小養到大的狗 把狀狀從小養到大 不是我老婆從小養他養到大 狀狀今年十歲 然後呢 牠有點狀況是 牠只要吃肉 尤其是牛肉呢 那種 蛋白高蛋白胎 或有點油的肉呢 牠就會落賽 所以我們都常常笑說呢 狀狀真的是 老了沒有 沒有口福啦 所以牠們現在 現在我們都頂多只能讓牠吃一點水煮雞胸肉 或者是一些水煮雞蛋的蛋黃 加一點點的飼料 牠就要吃了 然後狀狀也喜歡吃水果 那三寶基本上是不吃水果的 三寶呢 就是肉 結牙骨 還有肉 跟肉 跟肉 三寶的飲食呢 比較多元一點 跟狀狀不大一樣 狀狀偶爾還會吃一點水果 然後三寶是不吃的 阿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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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達 你怎麼今天走那麼前面 啊多多還在那邊找ㄟ 多多有夠堅持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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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很好 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的 公園的 好 漂亮的景色 等一下要去我機車那邊拿那個 我剛下車 我忘記帶那個 塑膠袋了 等一下要去幫我們舅舅處理一下他的那個 好啦 那今天就簡單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喔 簡簡單單的 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月呢 月底可能我活動比較多 因為我10月底還有一個漫威路跑 我報名的那個高雄場而已 我沒有報全部啦 就是時間保時的那一場 高雄場 所以呢如果你們也有報名漫威路跑的朋友呢 我們月底見 月底高雄見 OK 好啦 怎樣 有人要問我什麼 我剛好 因為我平常散步直播我是不會看 不大會看留言的 我都回家再慢慢看 怎樣 九九當初是朋友送的 不是 九九是我們買的 在13年前我們買的 我忘記 好像是我妹去買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所以是 然後大大多多是九九跟朋友的 的狗狗一起生的 大概是這樣 13年前啦 九九十三年前我妹 我不知道我妹在哪裡買的 還是是這樣 還有問題嗎 好像九九慢慢走了 明後天在嗎 狗狗都在喔 基本上呢 三寶 如果沒有任何的活動 比如說像上次兄弟像開球 或者是他們去出席一些活動 但是現在很少 現在基本上我不讓他們出席任何活動 然後呢 除非他們又去看醫生 不然的話 他們平常都在家裡面 都在店裡面 所以你們任何時間來 基本上 除了我們店關店 晚上九點十點關店以後 基本上都在 只是說呢 他們有的時候 大部分可能天氣太熱 他們會在店裡面 吹冷氣 就不大會出來 但是我們都是以他們為主 所以你們來呢 我們都會詢問 他們要不要出去 跟你們碰面 他們如果OK的話 那當然沒問題 那所以我都很建議 很多的網友朋友呢 可以冬天再來 因為冬天呢 天氣比較涼 天氣涼 大大不要爬樓梯 因為小朋友在玩 會嚇到小朋友 所以呢 我們冬天 冬天的時候呢 你們來 他們都會在外面 因為冬天就比較涼 對他們來講呢 他們養成毛 然後又那麼胖 所以呢 很怕熱啦 那夏天喔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全球暖化 預警又是盆地 我們平常夏天的狀況呢 就是熱 預警動不動都是 33度 34度的 那對他們來講 是一種折磨 所以我們還會想說 列個公告 就是 天氣太熱 狗狗不接客 有點押韻 單押 原因很簡單 就只是 想要讓他們過 他們想過的 比較舒服的狗生 而不是為了我們 人類的私欲呢 去強迫他們 去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做主人的初衷啦 因為畢竟都是家人嘛 OK 好啦 那今天就閒聊到這邊喔 OK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掰掰